HELLO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兩個節日的時候化的妝容 一個可能會注射在眼鏡上 另一個是眼影的顏色 希望大家喜歡 首先我會先用CHANEL的CREAM EYE SHADOW打個BASE 之後再用LOVELINER的Liquid Eyeliner先畫眼睛 再用這枝在翠月買的眼線筆畫了我的內眼線 這枝超便宜又超順的 再用這枝NYX的Liquid Eyeliner在黑色眼線上再畫一層 這個閃亮亮的很漂亮 所以如果是Christmas用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太誇張 再用CHANEL的ALL ROSE這枝眼線畫在下眼線近眼頭的位置 再塗上MASCARA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妝容在眼睛的時候是很漂亮的 你可能現在看上去就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如果你看到真影的時候我覺得是很漂亮和特別 最適合聖誕派對的時候用 因為平時用可能有誇張了一點 不喜歡剛才的look不要緊 我還有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 我已經擦了剛才的Liquid Eyeliner 我現在要先補一點黑色的 主要是用Dior的眼影盤去製作這個look 首先用紫色眼影盤塗滿整個眼蓋 再塗上下眼線的位置 之後我們會用粉紅色眼影盤在眼頭上塗上 再用啡色的那個塗在眼尾的位置 做到一個好像眼窩的感覺 之後還要塗上眼角的位置 再用一支fluffy brush 用金色的位置塗上整個眼蓋 這個金色是很閃很漂亮的 它的particles是很閃的 你自己看見是很漂亮的 補一點點眼線 我會用Chanel Illuminating Fluid 去塗上眼頭的位置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閃 不要緊 你可以用Dior裡面的銀色去塗上眼頭 令眼頭的剪削效果更加明顯 這個妝容就是這麼簡單 但你個人看見是很漂亮很閃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聖誕的時候使用 因為我現在也不捨得下妝容 因為我已經在剪輯影片也不捨得下妝容 希望你們喜歡剛才的兩個化妝容 如果你們再剪輯影片 就記得在網上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喜歡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 有些什麼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沒追蹤我 還沒追蹤我 Instagram 和Facebook的朋友 就快點去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上載 我那天穿了什麼 或者我那天化妝了什麼 還有什麼評論 就可以知道更多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